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做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 三中案重启调查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姜舍平等五名中常委 今天在中常会立挺前总统马英九一生清廉 洁身自爱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也说我们相信你 13日事故总统蒋经国逝世30周年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午摇马英九专题演讲蒋经国信义 演讲后五名国民党中常委针对三中案发言力挺马英九 国民党中常委姜树平表示 马英九在蒋经国训导下一生清廉不可能涉及三中违法问题 国民党中常委审庆光说 大家对马英九洁身自爱之之甚强 马英九应该针对三中案继续公开发声 马英九回应表示三中案在民国103年特征组已经签写 查不到任何犯罪证据 所谓的贱卖并不存在 后来因为有人告他侵占党产 检察官重启调查 到目前为止不知道有什么特别证据 他说特征组在103年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没有任何犯罪证据 特别是中市部分 华夏公司卖中是股票 没有借卖 到底真相如何 恐怕只有情悲 简告诉我们 马英九谈及 他去年3月被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以泄密罪起诉 赵新政院长谈公务 被认为是泄密 他很感慨 现在有许多只有检察官才知道的资料外泄 却不查办 他已经告发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涉嫌泄密 也到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与最高法院检察署要求一转管辖 他说过程中还是有些媒体不断放话 目的是要塑造他有罪的氛围 这点我绝不能同意 近代北检对此事公平处理 马英九表示 三周案件最后拍板定案汇报中常会核被 到底他有没有伤害国民党利益 很容易找出来 侦查犯罪要看证据 没有找到充分证据前 不应对外发言 现在三不五时有消息出来 很不应该对社会是负面示范 吴敦义听取中常委与马英九发言后 出肯定马英九八年总统任内政绩 他也说马英九是蒋经国门生 遵循蒋经国连能作风与做人做事风格 我们相信你 吴敦义与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关节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